大家好,我是尹华 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互惠基金的知识 互惠基金是在投资组合中比较流行和常见的投资之一 它们可以为主动或被动投资提供可以负担的多样化的投资组合 在今天的视频讲座中 首先,我们会先来回顾一下什么是互惠基金 为什么投资者会选择它们 然后,我们将介绍不同系列的互惠基金 以及哪些系列是专门为资管投资者设计的 接下来,我们将登陆Weboker 向您介绍我们平台上的一些研究工具 以及如何找到相关的基金概况文档 最后,当然也是最重要的 我会给您演示如何使用Weboker输入互惠基金订单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究竟什么是互惠基金 互惠基金是一种投资工具 它将不同投资者的资金凑到一起投资于不同的资产 包括债券、股票和货币市场投资 互惠基金由基金经理、专业管理 它们配置基金的资产,并试图为投资者带来回报 例如,它可以是一个专注于固定收益的互惠基金 或是一个专注于股票的互惠基金 有时,它也可能是加拿大股票与美国股票或甚至国际股票的对比 因此,它是有一个投资目标的 而且,互惠基金的价格并不能真正地称为价格 它实际上是以每天收盘时的资产净值NAV进行交易的 所以当您购买或出售互惠基金时 您并没有真正的出价或要价 类似于您在购买和出售股票或期权时通常会做的 它并没有出价和要价,只有一个资产净值 在一天结束时,根据互惠基金内的所有投资计算 以确定基金本身的净资产价值 随着更多资金的投入和取出 新的单位被创造和赎回 所以,当您购买互惠基金时 您并不是真正购买了互惠基金的份额 您实际上是购买了一个特定的互惠基金的单位 我在Weboker上演示如何下单的时候 会再具体说明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互惠基金的优势和劣势 以及投资者为什么会选择购买互惠基金 互惠基金的主要优势之一是多样化 互惠基金是一池子或一篮子投资 所以,您可以通过购买互惠基金来分散您的投资 比如,专注于固定收益的互惠基金 会购买一些不同的种类或数量的债券 如果您购买这个互惠基金的一个单位 那么基本上,您已经把您的钱分散到互惠基金内的一些不同的固定收益的产品里了 互惠基金对小额账户是非常友好的 因为很多互惠基金只要求最低购买金额 所以,这意味着您可以用很少的钱购买一批投资 所以,如果您有一个比较小额的账户 您实际上可以通过花很少的钱实现投资的多样化 而且,我之前也提到过 互惠基金是由专业人士管理的 他们有着关于大规模管理证券的专业知识 很多基金公司都有自己的研究团队 他们有自己的交易员和资金经理团队 他们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而且他们的工作是帮助您增加您的资金 并保护您的收入 我们也提到过低门槛 很多基金,他们只要求您购买最低100加币 或者非常少的单位数量 所以,很多投资者 他们可以用非常少的资金开始投资 此外,互惠基金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购买 例如,您可以在道明加拿大信托公司购买互惠基金 也就是说,您可以直接在分行的金融服务代表那里购买 而不需要一个交易账户 但是,如果您要购买股票或期权 那么,您确实需要有一个券商账户来进行交易 另外,您也可以通过保险公司购买互惠基金 所以,互惠基金的买卖不只是限于券商账户 但当然,如果您有道明资管投资的账户 您也可以通过Weboker自己在网上做交易 最后,互惠基金的成本相对较低 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个互惠基金内可能有数百甚至数千种投资 因此,想象一下,如果您想去复制互惠基金里所有的投资 比方说,其中一个基金里有500种不同的证券 您需要自己去购买这些证券中的每一种 并且购买全部500种 如果您想要在自己的交易账户中实现这一点 您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且要支付高额的佣金 然后,您还需要积极地不断平衡投资组合 所以,个人是很难模仿基金的做法 但是,如果您真的买入一个互惠基金 您可以相对容易地实现投资的多样化 所以,相对于您自己去购买每一种证券 它的成本是很低的 当然,互惠基金也有一些缺点 比如说,没有日内交易 不像股票或期权 您可以在整个交易日内持续买入和卖出 只要交易所开放,您就可以买入和卖出 但互惠基金,您不能真正主动地交易 当您买入和卖出互惠基金时 它是以当天结束的资产净值NAV进行交易的 而且许多互惠基金实际上要求您持有该基金一定的天数 例如,一些互惠基金可能需要您持有30天 这意味着在30天之内您都不能交易它 否则,您可能会被收取提前赎回费 Early Redemption Fees 具体的天数、期限或月份 这取决于基金 所以,如果您在持有期之前赎回 您可能会被收取提前赎回费 因此,您是不能积极地交易互惠基金的 第二,您不能直接参与管理基金 因为它是由专业人士管理的 基金经理或基金公司会做所有的交易 包括所有的资产分配 重新平衡投资组合 您基本上是不参与的 最后,互惠基金不是免费的 是有相关费用的 我稍后会具体来说一下 互惠基金的相关费用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互惠基金是没有CDSE保险的 它们不像GSE或银行账户那样 CDSE会在公司破产的情况下为其成保 最高可达10万加币 而且互惠基金可能会上涨和下跌 就像股票一样 因此,这意味着当您投资互惠基金时 您可能会赔钱 不过,风险的程度 取决于您投资的是什么基金 如果您投资股票基金 相对而言 会比固定收益的基金的风险要大一点 此外,如果一个基金的过去表现良好 并不意味着 它在未来还能复制过去的表现 因此,基金的任何历史表现 并不一定意味着 它在未来能有同样的增长 这一点和股票是类似的 一只股票在过去一年表现非常好 这并不意味着明年它还能有这种增长和潜力 最后,同样的基金可以有不同的收费结构 所以您需要了解和研究您感兴趣购买或出售的基金 在实际投资前要了解所有的细节 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来谈谈费用问题吧 正如之前我们提到的 互惠基金是有费用的 当您投资互惠基金时 可能会涉及三种类型的费用 第一种,销售费用 Self's Charge 第二种是尾随佣金 Trader Fee 最后一种是管理费率 MER Management Expense Ratio 我们先来谈谈销售费用 根据您投资的基金不同 销售费用也不同 有些可能是我们所说的前收型佣金 Front End Load 或者初始销售费用 ISC Initial Sales Charge 前收型佣金意味着当您买入互惠基金时 就会收取费用 但也有一些基金有DSC Deferred Sales Charge 也就是地盐销售费用 或者我们所说的后收型佣金 Back End Load 一般来说 是在您出售您的基金时需要收取的 此外 有一些基金是低佣金 Low Load 或低销售费用 Low Sales Charge 它们在您购买基金时收取费用 但如果您想要提前卖出 也可能会被收取提前赎回费 但费用一般比较低 而且由于DSC和尾随佣金的禁令 客户不能通过折扣券商购买由尾随佣金的 互惠基金 比如说道明资管投资 所有您能通过折扣券商购买的基金 都被视为无销售费用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基金在买入或卖出时 您不需要支付交易佣金 但是请记住 货会基金的持有期 您需要一直持有到持有期结束 以避免被收取提前赎回费用 第二 我们来说一下尾随佣金 Trailer Fee 这是基金公司支付给向投资者 销售基金的销售人员的费用 向销售人员支付尾随佣金 是因为销售人员向投资者提供持续的投资建议和服务 只要投资者持有该基金 就会每年向销售人员支付这笔费用 通常是您投资的基金金额的0.25%到1.5%左右 但是这个金额是包括在管理费率里的 所以您通常不会在管理费率以外的单独条目中看到这笔费用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MER 也就是管理费率的意思 他通常以基金总价值的百分比来表示 这些成本与经营护费基金有关 例如 雇佣人员来管理或者研究销售 以及相关的法律 托管费等不同类型的运营费用需要支付 用来运营基金 所以任何与管理和运营基金本身有关的东西 简而言之 与基金相关的费用类型有三种 首先是销售费用 其次是委随佣金 这些费用都会被包含在第三种费用里 管理费率 也就是管理费和运营费用 现在 我们来谈谈互惠基金的不同系列 互惠基金不同的系列 是给不同类型的投资者设计的 因此 相同基金的不同系列 基本上取决于是否有人给您提供建议 还是您自己研究购买和交易互惠基金 您可以通过互惠基金名字结尾处的字母来分辨不同的系列 例如固定收益互惠基金A 或固定收益互惠基金D 所以最后一个字母基本上告诉您 这个互惠基金是个什么系列 每个系列可能有不同的收费结构 管理费率和销售费用 因此 请您在购买前仔细阅读基金概况和招股说明书 来了解相关基金的详细信息 那么 接下来 我们来具体地说一说常见的互惠基金的系列 A系列 经常被称为顾问系列 The Advisor Series 它比F系列有更高的管理费率 M12 所以F系列经常被称为收费系列的Fee Based Series 而这个系列的管理费率比A系列低 因为F系列的费用是单独收取的 而不是包括在管理费率里的 而且A系列相对于F系列来说 伪税佣金可能会高一些 因此它的管理费率比F系列要高一点 还有一种互惠基金系列 是I系列 也就是投资者系列 The Investor Series 是针对大额或机构投资者的 最后 还有一种叫D系列 一般代表直接投资系列 这个系列 是针对那些希望通过道明资管投资 或其他折扣券商完成交易的投资者 因为是没有专业人士提供建议的 所以一般来说 它的管理费率比较低 我们还提供E系列 这是为那些希望通过电子手段 完成其交易的投资者提供的 因此 您可能会发现 同一个基金有A系列 I系列和D系列 但如果您对它们进行比较 就会发现D系列的管理费率是最低的 最后 我想说的是 不同的后会基金公司 它们会有不同的后会基金系列 不仅限于您知道的 AFIDE系列 它们可以使用不同的字母 来分类它们的基金系列 但一般来说 AFIDE是比较常见的 好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登陆到Ybroker看一下吧 首先 我将向您介绍平台上的一些研究工具 以及如何查看互惠基金的概览界面 最后 我将向您展示 如何在Ybroker上购买 出售 以及转换互惠基金 欢迎使用Ybroker 首先 让我向您展示 如何搜索互惠基金 点击顶部的研究Research 并在下拉菜单中 点击互惠基金 Mutual Fund 从这里 我们就进入了互惠基金的概览界面 在左侧 您可以看到一些精选评论 Featured Commentary 在这里 您还可以阅读分析师的报告 基金新闻 或其他见解 有许多不同的报告可供您选择 在下方 您可以看到一个对比图 您最多可以选择三个不同的基金类别 放在同一张图表上进行比较 以了解它们在不同时间段内的表现 例如 在这个图表中 选择的类别分别是能源股票 Energy 欧洲股票 European 和自然资源股票 Natural Resources 您可以随时对类别进行修改 在页面底部 可以看到精选筛选 Featured Screens 这是由盗明资管投资制作的筛选功能 如果您对这些搜索中的任何一种基金感兴趣 您可以选择查看匹配向 ViewMetress 来查看符合条件的互惠基金 在Web Broker中 有许多可供您使用的工具 来帮助您寻找合适的基金 现在回到顶部 让我们来看一下界面的右侧 这里的基金比较 Fund Comparison工具 允许您输入最多五个不同的互惠基金 您可以输入您知道的基金代码 或输入基金名称以提取详细信息 然后点击比较基金 Compare Funds 现在您可以并排查看所选基金 以及它的详细信息和业绩 接下来您可以查看哪些互惠基金 是表现最好的 Top 或表现最差的 Bottom 这里显示了三个月内的最佳互惠基金 当然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将其更改为一年 One Year Performance 或一日One Day Performance 来查看它们的表现 我已经向您展示了 如何使用精选筛选功能 但别忘了 您还可以使用互惠基金筛选工具 进行自定义搜索 筛选器Screens工具 允许您输入您认为最关键的条件 然后就会显示仅符合该条件的基金 例如我们在基金类别 Fund Category里选择加拿大股票 Canadian Equity 然后在分配收益率 Distribution Yield里选择高于平均水平 Above Average 再在成星评级Molingstar Reading里选择五星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为止满足这三个条件的 总共有11个互惠基金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结果 现在在这个界面上 如果您想要开始新的搜索 请不要忘记点击保存条件 Save Screen 如果您想要进行修改 只需要点击编辑条件 Added Screen即可 通过它 我们可以调整当前的选择条件 比如我们可以在分配收益率里 选择最高 Highest 然后在成星评级里选择四星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一共产生了23个符合条件的互惠基金 TD提供各种内部和外部的基金 除了TD的基金之外 您还有很多选择 请记住 D系列是为自管投资者准备的 比如MFC4666 McKenzie Canadian Equity D系列 如果我点击它 就会出现一个快速报价界面 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买卖 还可以将其添加到您的关注列表 或创建通知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该基金的更多信息 可以点击底部的摘要 Summary 这将把我们转到该基金的盖栏界面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买卖互惠基金时 不是以当时看到的基金价格买卖的 而是以资产禁止 Death Asset Value来进行交易的 它是由基金内持有的所有证券 在交易日结束时的价值决定的 从这个报价中 我们可以看到该基金的投资风格 52周的高点和低点范围 MER管理费用率 管理的资产 以及任何销售费用 在此报价详情的下方 您可以查看基金业绩 查看该基金的增长情况 可以看到它在逐年增长 您还可以以表格的形式 查看其回报 以及和基准的比较情况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部分 在这里您可以看到基金中的投资 以及它们所占的百分比 例如该基金94.4%的资金 投资于加拿大股票 4%投资美国证券 0.5%投资国际证券 1%的现金和零投资固定收益 在所有这些股票证券中 它投资的最大行业是什么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基金在金融服务 能源以及工业行业 进行了大量投资 您甚至可以看到 该基金投资的地理区域 在底部您可以看到 它的前10名持股 比如有RBC TD CNO McKenzie美国大牌股票指数 EDF BEMO 还有很多大公司 在右侧 您可以查看基金概况和持股详情 还有许多其他信息 例如基金最适合的指数 类别 成立日期 持股详情 Holding Details 有大量具体信息 包括新投资者信息 费用和支出 我们还可以看到 基金评级历史记录 在这个部分下方有详细信息 甚至还有联系方式 McKenzie Investment 位于多恩多市中心 William Aldridge 自2012年1月起 担任投资组合经理 如果您想要更深入地了解 这些子类别 您可以通过选择 这些附加部分来实现 可以继续阅读和研究该基金 如果您准备投资 请单击买入Buy 或卖出Sell 直接从该基金的概览界面 执行词操作 将快速调出订单输入单 您可以看到 该基金的信息 是自动为您生成的 如果这不是您想要买卖的基金 只需输入基金代码 或输入基金名称 即可找到正确的基金 当然您也可以去研究菜单中 寻找基金代码 比如未有兴趣购买TD的 互惠基金 但是不知道基金代码 可以输入TD Web Broker会显示一些 不同的TD互惠基金 假设我们对TDB3343 TD Global Income Fund D系列感兴趣 它是一个专注于 固定收益的基金 潜移交易日等待的 Asset Value为8.42 MER为1.04 本基金分配收益率为2.99% 好的 我准备好投资了 我知道这支基金的资产净值 是8.42加币 因为这是一支加拿大基金 我想花费1000加币 购买这支基金 那么我该买多少个单位呢 只需要输入加币金额 系统就会为我购买 价值1000加币的互惠基金 是不是简单又好用 或者您也可以将数量类型 Quantity Type 更改为单位Units 并输您想要购买的单位数量 然后系统将会为您计算出成本 一些互惠基金提供股息 因此您可以在分配选项里 选择再投资Reinvest 这样就会使用股息购买更多单位 如果您更愿意收取现金 那么您可以选择现金Cash 以现金方式收取这些股息 接下来您可以预览订单 然后仔细检查您的订单输入 确保所有信息正确无误后 提交订单 出售货会基金的过程也是一样 但不要忘记点击卖出sell按钮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如何将您已经持有的货会基金 转换为另外一支货会基金 请不要忘记货会基金是有持有期的 因此请确保您一直持有该基金 直到持有期结束 然后再转换 这样您就可以避免被收取提前赎回费用 首先选择转换Switch 让我们用今天看到的两支基金进行次转换 将MFC4666 McKenzie Canadian Equity D-Series 转换为TDB3343 TD Global Income Fund D-Series 这两支基金都是无佣金 Low Load 不收取销售费用 您可以指定要转换的单位数量 或者全部转换 例如我想将MFC4666的全部价值 转换为TDB3343 并将所有股息再投资 然后您可以选择右下角的阅览订单 Preview Order 来查看输入的信息 最后提交订单 这样您就可以轻松地从一种基金 转换到另一种基金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讲座到此结束了 今天我们谈到了什么是互惠基金 为什么要投资互惠基金 互惠基金的优缺点是什么 还有考虑投资互惠基金时的注意事项 以及与互惠基金相关的一些成本 最后我们一起学习了 如何在Web Broker上轻松下单购买 出售和转换互惠基金 如果您有任何其他问题 请在周一至周五 上午7点至晚上8点 拨打1800-838-3223 联系到名次管投资部门 我们的投资代表将非常乐意地为您提供帮助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